国安基金进场护盘 跟着买就稳赚吗 一出手就是五千亿 那我告诉你钱都花哪去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Play Go Go 我是空凡的Sindy 我是记账维铭 你今天穿这样是要 买保险 你想赚钱吗 赶快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是在学这个吗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牌周刊频道 机长 国安基金睽违 两年再度进场护盘 看到这几天的大盘 感觉真的指纹赔非常多 因为你看到前阵子的财股 不断的在破底 这个地方其实市场 都非常的没有信心 确实需要一点外力 来帮助市场恢复秩序 那这几天我们看到了 有国家队的鼎力相助 真的市场开始重新拾起信心 对啊 我身边的朋友都在说 跟着国家队操作 胜上很大白耶 那国安基金之前进场的这几次 看起来都是相对低点没有错 所以我今天就是来带你看看 国安基金到底都在买一些什么东西 国安基金向来都是买大型股啊 所以今天要带我们看全资股啰 没有错 今天我们就要先飞台数还有台化 台数四宝在上半年的营收 逼近兆元大关 加上碳仙 车用电路板等产品 出货动能非常的强劲 后续的行情 是不是持续看涨啊 我觉得这两档股票有一点差别 不过在国安基金 每次都会买他们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大家就算不看好他们 也不要乱空 接下来就听我导览吧 我们看到国安基金在这个礼拜开始进场宣布护盘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回顾一下 国安基金在前三次的护盘绩效到底怎么样 实际上面数字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了 他每一次到底都会买什么 其中一个就是数化股 虽然数化股的整个产业营运高峰已经过去 所以其实我认为大家还是要看得比较保守 不过有国安基金的撑腰之下 我认为大家要把它当成一种下党保护 那我们今天第一打要看的就是1301的台速 台速在第二季的本业还是非常的强 除此之外还有业外收益进补 第二季的EPS高达3.33元 整个超过市场预期 最主要的产品有什么 有PVC 有烧减 有EVA 这三项产品的平均售价都比上一季还要增加 加上用来当原料的乙烯成本持续的在做下降 这都有利于支撑他们后面的毛利率表现 今年的EPS估计还能够维持在10元左右的水准 股价在之前出席 再加上大跌以后 我们看到的国安基金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挺身而出 就算你不看好它也不要去乱空 再来我们看一下1326的台化 那台化 今年Q2的EPS只有1.07元 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最主要就是因为 本业受到了风控政策 同业竞争 还有下游需求疲弱的影响 导致加工的利差不断的被缩减 三大产品线 ABS PS PP 这三个的报价都在下调 而且预估今年的EPS只有4.86元 还有下修空间 虽然有国安基金大哥当后盾 不过建议大家啦 良情折磨而期 选有基本面更好的股票会比较安全一点 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有机会成为领头羊呢 我们接下来来飞亚系跟顺德 顺德目前车用好公控定单非常的稳定 预期车用产品营收年增率高达了25% 未来的营运动能会持续向上吗 我认为是蛮有挑战性的啦 因为最近他们的产业下半年面临一点逆风的状况 可是因为股价跌升 我认为短线上面强强反弹还是OK的 那就赶快来看分析吧 那我们看一下235E的顺德 顺德是全球前三大的单体导线架厂之一 产品最主要就是电子导线架 那导线架有两个主要的作用 第一个是支撑晶片 第二个是把电子元件里面的功能 传输到外部衔接的电路板 那后来有IC载版的技术以后 很多导线架的产品就被取代 不过后来导线架发展出了QFN技术 把这个接脚往内缩 这样就很像IC载版 而且在成本上面也有优势 那在下半年 营运受到了这个消费性电子产品的需求减弱之下 顺德确实面临到了一些营运上面的压力 不过我们观察筹码 投信已经自杀 股价从140一路坍到90元以下 反观外资却在这段期间里面偷偷买了不少 现在投信好像也开始发现 误杀了 如果之后投信要回头买的话 我认为股价从这边向上反弹20%也算合情合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6113的亚细 亚细是一间欧美半导体零件的代理商 但这档股票其实你需要关注的是筹码 之前股价从11.5元涨到31.15 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当时筹码就已经有集中的趋势 那股价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整理 现在的筹码又开始集中 股价也在季线的附近开始转强 喜欢依照筹码面操作的投资朋友 可以放进自选清单哦 那今天的秘密星球是哪里呢 今天的秘密星球一样是 国安基金这三次每次买 每次都赚钱的股票 哦真的吗 所以跟紧就一定会赚钱咯 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我们知道了 这个礼拜国安基金已经宣布进场 除了会买台积电 买鸿海 买金融股 还会买什么 这三次每次国安基金护盘的时候 都有买它 而且每一次都是获利出场 堪称选股金丝确 从六月的营收来看的话 也创下了历史次高 股价目前已经回来低档 难怪国安基金大哥会买它 想要知道秘密星球是什么吗 赶快点影片下方的连接 加入计较的LINE跟TerryGrant 收取秘密星球 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也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那Play Go Go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 就是你 下个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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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